2006年 继冷军克制的《枪火》之后 杜契峰导演再创剧作 一部情义泛滥的放逐横空出世 你可以说它是《枪火》的续作 但其本身也是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 不仅如此 它亦是一部比《枪火》更加浪漫的电影 而这种浪漫也只有男人能懂 故事伴随着两段敲门声缓缓展开 此时阿泰带着乌鸦一道来找兄弟阿和 开门的女人拒绝了二人的拜访 阿泰也不恼火 告诉女人她在一旁等候 没过多久 黄狗也带着肥雪上门找寻阿和 开门的女人依然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被拒织门外的二人缓缓走向一旁的花台处 就这样 从小到大肝胆相照的四兄弟在这里团聚 各位其主的他们依旧彼此打了下招呼 随即便各自找地方坐下 此时阿泰向黄狗丢去一根雪茄示好 并说道 能不能商量 就要我都不要回来嘛 回来就死了 一起在机寮长大 一起出来混 放过他们 从两人的对话中可以听出 黄狗和肥雪一方是来弹掉阿和的 反之阿泰和乌鸦则想保他 此时空旷的街道传来一道货车引擎的轰鸣声 家中女人也担忧地望向了窗外 果然阿和开着一辆蓝色货车缓缓驶来 到家门口的阿和看着熟悉的四位兄弟 他知道免不了一场恶战 回到家中的他拿出了自己仅有六发子弹的左轮手枪 跟随而来的黄狗和阿泰也开始泄弹 直至弹夹内也只剩下六枚 同时射击可谁也不愿伤及对方性命 最终阿泰一记漂亮的飞刀结束了本场枪战 坐下聊聊 接下来便是整部电影最为温馨的画面 上一秒还在火拼的几人 如今却开始帮助阿和搬家收拾 期间还不乏有着嬉戏打闹 不好意思啊 干什么呀 那边走啊 你走开啊 哎呀不要往这儿前 人又肥又笨 另一边的乌鸦哥成了品行端正的木工 而阿泰也拿出了新东方的厨师镇大展身手 忙碌了一天 几人也坐在一起开始享用晚餐 只见烛光照亮的餐桌上却无一人讲话 而女人空洞的眼神却又让气氛显得格外紧张 吃饱喝足的黄狗此时成了一碗汤 可在漱口时却发现了一样 随即更是一口把汤吐了出来 碗里赫然是一枚刚刚打入汤罐的蛋壳 此举也引得众人哈哈大笑 sorry sorry 九国三巡大家也吃饱喝足 此时阿和拿出相机准备来张大合照 也许以后兄弟几人再也没机会齐聚一堂共进晚餐了 夜晚阿和摆明了自己的立场 他希望黄狗能给他一点时间 做完一单生意后能留给家人一笔钱 修静是何缘由 黄狗要治昔日的兄弟阿和于死地 原来就在不久前 阿和开枪打伤了大飞哥 作为大飞哥的头码 黄狗只能出面解决掉阿和 可此时护帝心切的阿太则表示 打伤大飞哥一事是他们两个人做的 阿和只是为了保全他所以一个人扛了下来 回到房间 阿和看着一旁的老婆和孩子 心里可谓是五味杂陈 不是滋味 而阿和此时拿出了一串铃铛 带在了儿子手腕上 也请大家注意 这个铃铛会与兄弟五人的生命紧密相连 此时 屋外的黄狗接到了大飞哥的电话 只见后者抚摸着阿和留下的子弹痕迹至问道 下达了最后通牒的大飞哥挂断了电话 此时川暴找上门来 跟大飞哥汇报与东管载谈合作的进程 他告诉大飞哥东管载不同意合作的事项 于是大飞哥应笑着对他说 那你搞定弹举强再跟我说 次日 兄弟五人一同出发 为了阿和最后一笔安家费准备大搞一场 于是他们驱车来到谢夫酒店 找到情报贩子谢夫索要高额报酬的暗杀任务 房间内 谢夫很快便提供了他们两个选择 一个是抢夺一亿黄金 而另一个则是暗杀东管载 思来想去 兄弟五人还是选择了后者 但是让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此项任务竟然是川暴安排的 而真正的幕后老板则是与阿和有过节的大飞哥 瞧见阿和竟然还活着的他很是愤怒 毅然决然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要亲自清理门户 可在此之前 他却静止走到了黄狗面前 对他发起了灵魂拷问 为什么不跟着他 谁给你饭吃 谁是你老大 一番羞辱后大飞哥随即就是一枪 好在黄狗穿了臂弹衣 没有直接避命 就在大飞哥准备补枪时 不远处的阿和及时掏枪击中了大飞哥敏感部位 随即一场混战开始 东管载举枪让川暴当场立坟 而阿飞和乌鸦也从屋外赶来支援 眼看枪战愈演愈烈 而大飞哥也在众小弟的掩护下准备撤退 而此时阿泰与阿和却产生了分歧 谁收起 干着大飞 虽说只是两句最为简洁的台词 但他却把兄弟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阿泰可以不在乎自己的性命 欲要事先保证阿和家人的安家费 而阿和是因为知道 只要大飞不死 那么兄弟五人必定惨遭追杀 而杜岛仅仅用了两句台词 却把他们之间的兄弟情表现得如此深刻 让人不得不心生感叹 而恰好此时 阿和找到了机会解决大飞哥 但却被一旁的东管载偷袭 连中树枪后踉枪倒地 最终阿和在阿泰的搀扶下 依靠五人默契的配合从混战中撤了出来 而他们几人也如同电影名字一般 决定与社团站在对立面的下场便是军被放逐 不得不开启逃亡模式 而餐馆内的大飞哥也与东管载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安排好的 一来可以处置川暴这个祸害 二来还能干掉阿和 可谓是一石二鸟 眼看大飞哥如此有诚意 于是东管载也爽快地答应了合作 很快 兄弟几人带着重伤的阿和找到了黑石医生 可四眼瞧见这一情形后便狮子大开口 要价五万 尽管四人掏尽腰包也只凑齐了一万四 四眼自知对方并不是擅长 于是这桩赔本买卖也只能硬着头皮接下 可无巧不成书 受伤的大飞哥也找上了四眼医治伤势 很快 狭窄的楼房内又一场枪战即将打响 伴随着屋内悬挂的围漫 屋内的气氛再次紧张到了顶点 而熟悉的战力摆拍又来了 和上一部枪火一样 所有参与枪战的人员都在一个画面之中 但互相又没能打上照面 随着乌鸦哥率先开枪 战斗一触即发 在维漫的掩护下 兄弟三人将大飞哥面前的小弟尽数坚密 而肥雪则趁乱将阿和的病床转移到了安全的位置 可此时阿和却以神志不清 瞧见门口悬挂着门铃 让他误以为已经回到了自己孩子身边 而这时他却被大飞哥的小弟抓住 好在兄弟四人拼尽浑身解数将其救出 回家的路上 开车的乌鸦问道 而这也是阿和最后一句台词 说吧他就断起了 回到阿和家中 阿和妻子瞧见丈夫这般模样 他责怪地将兄弟四人赶出了家门 最后更是拿着手枪对着远去的轿车疯狂射击 以此发泄心中的怨恨 本想一枪了结掉还未满约的孩子 好在孩子脚踝上的铃铛声让他再度清醒 在火化了阿和一体后 他抱着孩子踏上了复仇之路 而另一边的兄弟四人正在亡命天涯 碰巧他们路过了观音山 而这也是运送黄金的必经之路 就在他们犹豫是否要执行夺金计划时 前方却率先传来枪声 原来正有一方人马正在抢夺黄金 这也让暗处的四人欢喜不已 于是准备上演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而押送黄金的车队也死伤惨重 可仅剩的这名狙击手却闲听信物 不慌不忙地开着枪 嘴里的烟丝毫没有打乱他扣下扳机的节奏感 躲在草丛观望的乌鸦更是被阿仁精湛的枪法所吸引 连连叫好 并用镜子投光帮忙阿仁指出隐藏在树上的敌人 随即他一个转身 虽说阿仁枪法精湛 但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很快便落入了下风 可就在此时 兄弟几人直接站立开枪击退了敌人 形成了一道华丽的风角线 在弹调敌方残余部队之后四人便准备霸占黄金时 阿仁掏枪与四人对峙 而黄狗再次展现他谈判的能力 几番说辞便招安了阿仁 车上阿太认真的开着车 而后排的阿肥和乌鸦就有点没出息了 后排座位的颠簸却丝毫没有打消二人清点黄金的雅心 夜晚 几人促膝长谈 打劫来的黄金自然是能满足他们对未来的一切憧憬 可偏偏这是黄狗接到一个电话 原来大飞哥劫持了阿和的妻儿 并强迫他们回到谢夫酒店 俗话说江湖之势不惑及妻儿 显然大飞的行为惹怒了兄弟四人 于是他们毅然决然地来到了谢夫酒店 准备与大飞哥决一死战 明知凶多吉少的他们此刻却喝起了美酒 对大飞哥提前设好的埋伏不管不顾 相当洒脱 甚至还挽起了大头贴 此时大飞哥拄着拐杖下楼 闹到如今的局面也不是他想要的 于是他表示可以放走兄弟几人 不过唯独黄狗必须得留下 因为他背叛过自己 而几人也同意了大飞哥的要求 可就在阿太护送阿和的妻儿 离开酒店的一瞬间 他把唯一出入的大门紧紧地关上 伴随着兄弟几人的邪校 大飞哥扔出了手中的可乐瓶 枪战一触即发 而可乐瓶也在屋内来回弹射 直至落地 枪战也就此结束 镜头往上 整个酒店无意生还 就在此时 大头贴的照片缓缓从中间滑落 不求童年童月童日生 但求童年童月童日死 至此影片结束